特定媒体是不是也开始在攻击跟黑郭台铭 包括媒体就讲说 喝不成整合咖啡改吃智灵豆腐 而且说他无所不用其极 恐怕证明自己就是政治门外汉 然后郭董就很不高兴说 我当然是政治门外汉 所以没有政治包袱 不会贪污 他全心全意为台湾这块土地卖命 正好怎么看郭台铭现在所面临一个困境 还包括联署即将开始 黄世修说我们会以运超车规格 来运送联署书 结果被郭台铭给否认了 对郭台铭现在面临到很多问题 他主要结论就是民调起不来 没有庆祝行情 而且逐渐在下滑当中 这就是主要结论嘛 那问题发生状况是非常非常多的嘛 第一个我觉得最明显就是 发言人跟郭台铭的说法是兜不容的 简单讲他们团队并没有一个 我认为了明显的说法的主招 简单没有张法 比如说黄世修出来说 我们这连署一定很高规格 我们会用运超车等级 来再运这个所谓的连署书 其实也没错 其实也没错 个问题是郭台铭却偏偏要出来 打脸黄世修说 没有啊 我会很高规格没错 但没有说要运超车啊 奇怪 这其实也没错嘛 对不对 好这一块 第二件事你没有看到郭台铭 明显的对于国民党 国民党也一样 民众党乃至于最重要的敌人 站在郭台铭的角度 赖清德有一个有效的攻击 其实你没有 你只一看郭台铭最近抱怨居多嘛 蓝绿都把我当敌人啊 可其实并没有什么有效攻击 造成民进党麻烦 那对于很多蓝铭支持者来说 他要整合是一回事 可是他要支持的人是谁 他要支持那种 可以带领蓝铭去推翻民进党的人嘛 你要理解蓝铭的心态 所以对于这些支持者来说 不觉得说郭台铭是个重要的人嘛 第三件事情 很多西瓜派在看什么 看老大哥的风向嘛 他们老大哥是谁 老共 老大哥是中国官方嘛 国台办是打郭台铭脸 打是啪啪响啊 对不对 宋涛除了就像那个明玉姐刚刚讲的嘛 带着夏立言去山西 山西是郭台铭老主级嘛 去看关公庙嘛 说这个背信忘义 什么天人共路 大家都要杀你的意思 路 杀路的路 之外呢 还请北京涉台人士公开跟媒体讲 主要原因就是觉得郭台铭不该来搅局 对不对 所以说变成是多重因素下 让郭台铭哦 其实整个民调都起不来嘛 而且其实这个 我们这台观察也很有趣 很多莫名其妙消息都不知道从哪里来 然后从哪里来之后呢 都对郭台铭不友善嘛 林志玲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嘛 真的不知道耶 然后莫名其妙说 哇林志玲这个要当副手什么东西的 他是要笑郭台铭过去的绯闻哦 哦对 他在讲这件事嘛 他不是在讲找不到副手嘛 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嘛 在不断的让郭台铭不断的失血 不断的消风嘛 那郭台铭自己呢 也没有能力针对讯息做第一时间的澄清嘛 对不对 所以就东北说西北说 他敌人都不是民进党嘛 对不对 好这一块 另外一块哦 郭台铭有没有在赋予顽抗 有 他还在请走地方 他请走地方 旁边有没有国民党的人站旁边 有 我昨天是不是说 这个礼拜就开始有国民党的人 会来测试朱利润的底线 对 对不对 我上礼拜就讲 来新的 郭台铭啊 去参观这个参拜 一名庙啊 旁边站这个人叫做范成莲啊 范成莲是国民党的中常委啊 是 他以这个全国 世界客属总会的理事身份出席啊 对 请问一下 要不要党纪处分 对 中常委 考季会都发函咯 上周四都发函咯 我看完那个函我就说 大家一定要测试朱利润底线嘛 这个同台咯 好 这一块 另外一块周末这边 周末哦 郭台铭出席这个基隆啊 去拜拜 暖暖区 看不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对不对 郭台铭旁边都站里长 这一里长 名字呢 我可以给大家放大一下 是谁 大家呢 去搜寻一下名字 不用像四叉猫那么坏去查 人家有没有案底 不要 查里长登记是哪一个党级的 哪个党 国民党嘛 哇 哦 里长那么好叫是不是 他们是没有听到朱利润的讲话 是不是 对不对 我就问个很简单的 为什么里长要站一边 站一排 还穿背心 里长那么好叫 一定有人在call嘛 谁在帮他call 不知道嘛 所以你看嘛 郭台铭当然了 我觉得他某种程度 当然是说在各式各样的很挫折 可是问题是他的地方还是在跑 那你意思说他基层还是有一定的支持 一定有嘛 不然范成年考机会都发函了 朱利润讲重话了 为什么范成年还来 为什么到基隆 基隆有里长站在他旁边 对 对不对 郭台铭再怎么不计 民调还是有十几% 还是有超能力嘛 对不对 他还是在试图通过他的超能力 来去做连署嘛 另外一个 范成年旁边这个人 来 白头发这个人是谁 没有穿背心 哦 就是这个 徐耀昌嘛 对说要下架国民党 是董行的 对不对 还是有在动嘛 所以陶竹铭还是有人在帮忙嘛 是 所以说你看哦 这些东西哦 对于很多董行的人就知道 国民党的党籍是塑胶耶 主委员 你们处理一下好不好